我需要人安慰 也不至于奔到那个程度吧 早上说的话晚上马上去做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还是去看看比较安心 那好 快去快回 你的身体才刚好 别太操劳了 诺 那儿臣告退吧 嗯 娘 怎么了 母后 儿臣肚子好痛 蓉儿 快叫太医 诺 不用去了 母后 我还是先去残尸看看吧 哎呀 你都痛成这样子了 怎么去啊 还是回去休息吧 母后 我担心残尸里面坏 我还是去看看比较安心 母后帮你走这一趟吧 这 难道你信不过本宫 那就有劳母后了 蓉儿 好好照顾良娣 本宫马上就回来 天哪 怎么死了 早公 母 母后 你怎么在这儿 我随便看看 现在看完了 该走了 太子殿下还等着我呢 哎呀 曹王死了 不是我 不是我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 母后 母后 住手 母后息怒 妙人她禁不住打的 你要打就打儿禅吧 是啊 母后 就念在她出饭的份上 就不要再跟她计较了 巧慧 连你也要帮她求情了 难道你不知道 她弄死残亡 就是为了要对付你 臣妾知道 可臣妾相信 人心 人心都是肉掌的 只要慢慢相处 一定会没事的 况且 妙人又是太子殿下心爱的人 要是为了这件事 她受了什么伤害的话 太子殿下一定会很伤心 巧慧不想看到太子殿下伤心 所以请母后 就饶了她吧 你看看 巧慧是何等的大毒 母后也不想说你了 家何万事兴 你自己看着办吧 本宫累了 你们都走吧 谢母后 快 起来 那残亡的事 皇宗母要问起来 这个简单 我们找一只别的残 放在金饼筐里 即使太后娘娘发现了 也一定以为是巧慧的错 我是她的侄孙女 她不会追究的 委屈你了 臣妾不怕委屈 不怕 儿臣告退 巧慧 过来 妙人气焰嚣张 是该收敛一点 但母后始终不觉得 玩手段是留住男人的好方式 有些事大家心里明白就好 母后不说 并不代表母后认同 你明白吗 诺 去吧 你明白吗 派人通知皇上了吧 通知了 皇上高兴坏了 这可是我们第一个孙子呢 你呀 虽然不合哀家的意 不过 这肚子倒是挺争气的 哀家给你继一功 谢太后 巧慧啊 你该加把劲了 别老是魂不守舍的样子 你再这样 哀家也帮不了你了 太后 臣妾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当说不当说 今天你最大 有什么不敢说的 说吧 臣妾宫中只有两三个粗屎宫人 不知道怎么照顾孕妇 臣妾想从姐姐宫中调来几个人使唤 不知道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巧慧 你说呢 妹妹如今身怀龙孙 要什么都可以 只是本宫宫里的人都笨手笨脚的 怕是过去后伺候不好 对了 进宫之前 家里的弟妹 她们怀孕 都是由我来照顾的 我照顾孕妇特别的有经验 不如我来照顾你 好不好 这哪敢劳烦姐姐啊 也不算劳烦 照顾你的时候 我自己也好学习一下 免得将来轮到我 不至于手忙脚乱的 妹妹 你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既然姐姐都开口了 那就是给妹妹大面子 姐姐 妹妹哪敢不给姐姐面子啊 看着你们和睦相处啊 哀家这颗心你就放下了 算一算 十月怀胎 这还有九个月呢 哀家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小皇孙没事了吧 小皇孙没事了吧 太医来禀过了 没事了 这后宫里的女人啊 真是没一个小婷 大胆 见了皇后也不见礼 是不是想死啊 皇后饶命 皇后饶命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偷来的 拿过来 这是什么呀 是梁娣用的纸糕 那为什么鬼鬼祟祟的 梁娣说 厉美人说她丑 她要好好整理自己 不能让外人知道 否则别人会笑她的 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这奴婢就不知道了 参见母后 母后您找我 你们都下去 本宫要跟梁娣单独谈谈 那 你那些法子 全都是从历朝历代的史书上学来的吧 母后 不要问母后为什么知道 不说 是想给大家留点余地 也是同情你的遭遇 要再给你多一次机会 明白吗 母后说什么 儿臣不太明白 谁都知道父子粉有使肌肤变白的效果 就算你要用 需要这么多吗 母后 我不想的 可是 可是我真的是太苦了 如果我不反击的话 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母后帮过你 也纵容过你 为的就是凭你心中的那口怨气 其实启儿的心在她身上 你反击有什么用呢 更何况你这次反击的不是她 而是母后的小孙子 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 女人要留住男人 不是只有靠手段 母后是过来人 母后相信 只要你耐心等待 她早晚会回到你身边的 明白吗 母后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母后今天单独见你 就是想要再多给你一次机会 你是个聪明孩子 不要辜负母后的一片苦心 母后 儿臣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会犯了 去吧 母后相信 你会是个好良弟的 你 诺 乖 乖 为啥 这孩子一向乖巧善良 怎么突然变得鬼心眼这么多了 怎么了 娘娘 奴婢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 有一天晚上 奴婢看见周亚夫周将军 跟梁娣在一起 好像还聊得很开心 周亚夫 他心中的恨 还没有消失吗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的菜 我无心的 你赔我 你赔什么 你赔了别人的菜 不用赔钱的 我身上没带钱 用这个赔 不行 必须赔 给我 不可以 给我 可以 你太过分了 你需要什么呀 最多大家扯平了 这个琴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是上古的遗物 闲断了 配不到 配不到就不要配了 这样也可以谈的 不信我谈给你听 好像不下雨了 好了 秦桥给你 我得走了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叫你 我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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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 你等等 阿娘 你老干什么去 当然是好事了 金王孙在里面相守 如果谁不合他的意思 他就娶谁 这个金王孙是谁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的傻丫头 你太孤陋寡闻了 这个金王孙就是当今最有才华的人 好多大人都举荐了他 说不定很快就要做官了 当我当官都没准的事 这你也信啊 怎说 我凭什么让他选我呀 他看上我 我还看不中他呢 你不听阿娘一句 找男人要找有钱有势 那个皇宫里不行 我看他行 走走走 走了 娘 你看 你看 来 看 让让 让让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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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是你 这是谁啊 哎 哎 让你 哎 哎 你那么喜欢给人家看首相 是不是有什么癖好啊 你不参加你就别说话 干什么呀 你先看看我的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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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先看这位姑娘的手 哎 好好好 看 看 我的手可没那么好看 又粗又黑又糙 看完了吧 哎 你 姑娘 姑娘 我就是看中你 凭什么 我像什么目的 谁要看这个姑娘 能不能牢促 对我来说 要举妻 取贤而不取貌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想 我想姑娘嫁给我 真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啊 你选我 我就要选你啊 我选丈夫的标准很高的 你如果要娶我 就拿出你的诚意吧 哎呀 别急 哎 死丫头 你回来啊 哎 金公子 你不要生气啊 回去好好教训教训他 他一定会答应的 不 既然他说要拿出诚意了 我必须要把诚意拿出来给他看 哎 好好好 哎 好 来金公子 哎 哎 哎 俊儿 你看金公子来了 金公子 这是什么呀 哦 这就是我的诚意 我已经把我家里 最值钱的东西全都带过来了 如果我们成亲以后 无论富贵贫穷 所有的都交给娘子保管 这是我的第一个诚意 金公子还有第二个诚意呢 当然了 这份字举是我写的 如果我们成亲之后 我绝对不会跟其他女子有任何瓜葛 否则娘子可以修了我 丫头 这个诚意够不够啊 我想想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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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折腾一天了 让新娘新娘休息一会吧 好 快走啊 喝酒去吧 走啊 好 喝酒 走走走走吧走吧 走吧 喝酒 喝酒 这些娘子愿意相信我 嫁给我 既然做了夫妻 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下宫 你不日就要进京了 为妻也没什么可帮你的 只有这个 这是你陪嫁的首饰 我怎么能要啊 官场处处需要打点 一定有用得着的地方 你拿着吧 我一个山野村府 也没有用啊 给你 就当安我的心了 我会努力赶考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我相信你 新郎官 既然你没有选上 那就在这个修书上签个字 我带这儿走了 阿娘 你干什么呀 做不了官我们留着干什么呀 难道你想跟他吃一辈子苦吗 今年选不上还有以后呢 没选上也没关系 我们有手有脚 不会饿死的 我选上了 你选上了 你说你这孩子 选上怎么不告诉我呢 害我白难过一场 真不错 真不错 这啊 考上了官 我们就应该杀鸡宰羊庆祝一番 是不是 是不是 坐上了官我们就有大房子住了 太好了 我们要搬家了 那你们等着我 我去收拾一下 马上就回来 你累了吧 我去给你盛碗汤 这 是 虽然我选上了 却只是拿到一个后补的官员名额 运气好的话还行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 可能一辈子都要后补 对不起 没关系啊 真的没关系 天呐 我的荣华府哥又泡汤了 这些让工人们来做不就好了吗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啊 今天是陛下第一次接见三甲考生 臣妾怕工人们伺候不好 会影响陛下的心情 君臣之间第一天接见一定要荣光焕发 给他们留个好印象 不是吗 你呀总是为别人着想 怎么不会自己想一想呢 臣妾怎么了 朕好久都没在你脸上看到笑容呢 后宫的事压力太大了吧 哪有 臣妾好得很呢 你 瞧你啊 都开始有白头发了 还说不用朕担心 人老了 哪能没有白头发呀 臣妾不怕老 也不怕白头发 除非是 陛下嫌臣妾老了 不再宠爱臣妾了 怎么会呢 在朕的眼里 你永远是最美的 你永远是最美的 哪怕你满头都是白头发 朕都觉得你是最美的 陛下真会哄人开心 一妾你知道吗 朕最近老是在做梦 总是想起 一切我们在待过时的情景 不如这一天 一起回去看看 国事繁忙 国事永远都繁忙 就像你的后果 永远都忙过完的 人生苦短哪 我们还是为自己 留一点时间吧 臣妾听陛下的 该上朝了 我帮你拿朝官 来 没事吧 你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 没事 该上朝了 娘娘 您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了 要不然 找个太医换个方子吧 这几年来换的方子还少啊 可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本宫看啊 本宫这眼睛是好不了了 娘娘 您别难过 天下名医多得是 会有办法的 我不难过 我这一生 什么好事没遇上过 天下最好的男人 我遇上了 天下最好的生活 我也遇上了 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 以后走路 你们得多看着点 恐怕要经常摔跤了 小心 戎儿 你去哪儿啊 你不是要掺着本宫吗 戎儿 戎儿 你放心 朕会一直搀扶着你 朕会一直陪你走到最后 来 这个是朕刚刚为你做的 陛下 你不上朝 就是为了做这个玩意儿 什么这个玩意儿 这是朕的一片心意 好了 不用多说了 朕这一辈子 从来没为别人为家人 耽误过任何国事 你就让朕任性一回 不要这样计较了 好吗 臣妾谢陛下恩典 来 咱们去散步啊 来 陛下 千万不要跟皇后说 陛下 您放心 陛下 陛下 皇后娘娘 你没事吧 没事 朕只是一时心急 怒火攻心而已 太医都说朕没事了 太医 是吧 是 朕回头煎一副药 皇上喝了就没事了 你下去吧 朕告退 不用担心了 朕没事 朕还可以下去走两步 给你看看 行了 不管怎么样 昏倒就不是件好事 你就踏踏实实的歇着吧 朕一切都挺好好的 外面下大雨了 下着呢 雪儿 还在跪着吧 是啊 他犯了错 是应该好好处罚他一下 朕就不相信他会受受贿赂 只是他处事不明 很容易被人利用 他呀 这一生就是走得太顺了 没有吃过一点点苦头 这样下去 很容易被害啊 那就请皇上多多管教他 怕只怕没时间了 瞎说 朕的意思是说 就算有时间 也要处理国事 对了皇后啊 朕有一个建议 皇上请说 朕想 把切儿调到少林园去 让他体察一下民情 而来也可以摸摸他的性子 你觉得呢 皇上怎么说就怎么做吧 好 这辈子 都让你以为朕着想啊 你就安心吧 一切 臣妾都会处理妥当的 齐儿 好 母后知道 你心里恐怕一肚子委屈 其实母后也舍不得你去 可是父皇和母后 都希望你更好 你明白吗 儿臣明白 儿臣从小到大都明白 母后不喜欢儿臣 不管儿臣做什么 都讨不到母后的欢喜 现在就连父皇也不喜欢儿臣了 儿臣只能一个人从这儿离开 但是母后就是母后 儿臣要走了 就让我给您磕个头吧 稷儿 我们母子之间的误会实在是太深太深 就算母后想解释 也不知道从何解释起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走到哪里 母后的心里 都是牵挂你的 母后都是爱你的 儿臣拜别 儿臣 乔徽 妙儿人 你们有什么话跟太子爷说 乔徽无话可说 太子殿下您带我一块儿走吧 让我留在您身边伺候您 你就留在宫里养胎吧 这是你唯一能赎罪的方法 你们先下去吧 诺儿 可勋吹得那么久 走了 不然留在这里受人蛊惑 是你对他太严 他感受不到你的温暖 所以你把温暖给他 让他来烦我 好 皇后娘娘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只是个看门的 什么事都做不了 你能做的事可多了 比如挑拨一下巧慧和妙人 再比如利用后宫 慢慢地把手伸到朝堂上去 那你为什么不杀我 那你为什么不杀我 要是没有血缘 你已经死了十几次了 那我要感谢皇后娘娘才对 你最好安分一点 本宫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皇后娘娘 我也想告诉你 你的确很聪明 但有时候很容易 聪明犯被聪明误 好 我真后悔呀 我后悔死了 我后悔把你嫁给那个金王孙 你看看 你看看 现在官做不了不说 连老婆都养不活 还得到外面抛头露面 给人家干活 不是是气死了我 阿娘 她不是选不上 是已经选上了 只不过没有官做罢了 那没有官做不等于没选上吗 这儿啊 你听娘的话 把她修了 娘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别跟她纠缠了好不好 阿娘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复死从子 我既然嫁了他 这一辈子都是他的人 您以后啊 别说这些没用的 如果让她听见 她多难过呀 再说了 不是还有一个空缺吗 没准她今天去了 就能选上了呢 选上也是个小官 能有多少钱啊 秦王孙 面试得怎么样啊 县城大人说 里面所有的人我是最好的 这还像句人话 给你封个什么官啊 没官 又没有官 他们要我给钱 我哪里有钱呢 就算我有我也不会给他们 这算什么 我又不是没有才华 为什么要给钱呢 才华 才华 又才华顶个屁用啊 我们要的是银子 是银子懂不懂啊 你看看你老婆 再看看我 跟了你一个多月了 一点油水没捞着 瘦得都皮包骨头了 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呀 你还不如街上拉来的一条狗 是条狗 我不高兴的时候 他还可以摇摇尾巴让我高兴 我饿了还可以杀他吃肉 你能干什么啊 你这个不要脸的胆人 还让女孩子给你相手 你配吗 我要是你啊 早就去死了 省得你拖累自己 拖累我们家智儿 阿娘 你不要再说了 相公 智儿 你不要这样 是银子总会发光的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 面试的时候 大人一直在夸我 我还以为这个职位肯定是我的 到了门口之后 我看到很多很多人在送礼物 大人跟我说 这些礼物他是不会要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重视人才的人 然后大人跟我说 如果我送礼物给他 他是会要的 你说 官场怎么就这么黑暗了 这都是我的错 我应该把首饰卖了 给你备些礼物才对 你都觉得我应该那要做吗 你现在需要的是机会 但是 妥协一下又能怎么样呢 那我的才华呢 我寒闯苦度那么多年 就是为了送礼物 你相信我 会有人赏识你的 也会有人明白你的 智儿 我是不是现在很没用 我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真的不配你对我那么好 智儿 不如你听你娘的话 你跟我分开吧 如果有天我真的能随黄藤达 我再回来接你好吧 人家本来就不是为了你的钱 也不是你的功名 人家就想找一个喜欢我 我也喜欢的人 能够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 可是你呢 遭受一点挫折 你就说不要我了 那你当初干嘛娶我呀 既然这样 我活着还有什么盼头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智儿 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我只是对我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那你对我有信心吗 你放心 我去找大人 一定让他还你一个公道 一定会的 你们让我进去吧 让我见见大人 干什么 去去去 大人没空见你 快走吧 这位差大哥你行行好 就让我进去吧 这些钱 你拿去喝酒 好吗 就这么点钱 这点钱 还不够搁几个打牙去的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真想猜钱 等存够了钱再过来 走吧 太子殿下 您不能一个人出去 我说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们谁再跟着我 我就砍谁头 这 他 他 你当街纵马骑罪一 又撞翻了这么多的小滩 骑罪二 你还敢对我无礼 骑罪三 你放下来 你当店人的家人 上海 产生了 那我不忍愿 你不忍愿 你平均 你坚持人 每一天 都得来 你ゅ 知道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翡翠碧玉汤、踏雪寻梅、芙蓉花开 这三道菜我们可都没有啊 有了吗 有了 马上就来 你搞什么花样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看看 好吃 好吃好吃 怎么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啊 这白菜汤不是把所有的小白菜都放进去 而是取其菜心中的一夜 所以入口比较鲜嫩 樱桃去糊 放进上好的鲜被 豆腐是用杏仁磨的 吃起来有点鲜 又有点甜 鲜甜 仿佛冬季踏雪寻梅 还有 这虾仁 它不是跟荷叶一起煮的 而是包在荷叶包里面 用小火慢慢焖出来 荷叶的香味浸到了虾仁里面 虾仁的鲜味散在荷叶上 既好看又好吃 不知道公子觉得如何呢 我不得不承认 你真的很会吃啊 那是当然了 我来少林园就是为了吃吃喝喝 游上玩水的 我也是啊 不过我比你多一个任务 我要看一看周围的风土人情 还有老百姓的生活 那我们岂不是可以结伴同游了 好啊 那快吃吧 一会儿还有很多好玩的呢 嗯 哎 这些人在干嘛啊 今天是七夕 当然是许愿啊 有用吗 不管有没有用 都是个美好的心愿 我们一起吧 这 走 啊 哎 哎 哎 这有我们两个吗 嗯 嗯 你想洗什么愿啊 嗯 希望我爹身体健康 快点好起来 还有呢 没了 那你娘呢 嗯 嗯 她一切都很好 不用我帮她求生 就算再好 求一个也是心愿嘛 你娘对你好吗 我以前的娘对我很好 总是给我讲故事唱歌给我听 现在的娘嘛 也挺好啊 总之 我有对付她的方法 你好像有很多娘 你爹娶了很多老婆啊 这个嘛 说来话长了 不管怎样 我总认为娘就是娘 不管她对你好不好 不管她对你好不好 生你养你 就是你最大的恩 嗯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 我娘很少和我睡觉 很少跟我讲故事 也很少唱歌 好吧 那我们就都为娘求个平安吧 嗯 哎 下雨了 下雨了 我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走吧 哎 过来过来 我听你这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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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夏季雨来也挺舒服的嘛 只是我们刚才放的灯都被浇灭了 你说这样愿望还会实现吗 我希望它会实现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放过水灯啊 小的时候我总在河边吧 这雨好像比刚才小了点 太子爷我们从小就认识 也算是有缘分了 这次我把你伺候得好好的 你可一定要帮我家相公某个好官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